原则上我们还会建议私密处先用私密处清洁一洗干净之后 毛发过多我们会用修毛之后 用雷射除毛来降低它的私密的味道 女性的私密处该不该除毛呢 一般我们会依照个人的卫生习惯 或者是它私密处常常反复性的感染 还有常常会出现一些毛囊炎或者是味道 如果有以上的问题会建议除毛 我们知道市面上的除毛膏或者是剃刀 或者是热蜡或蜜蜡 甚至于自己拔毛的这样的动作 其实都在短暂的时间之下把毛发移除掉 通常它大概四周六周它又会再长出来 雷射除毛是利用雷射的能量打入到毛囊根里面去 产生一个萎缩形成自然的脱落 雷射除毛一开始我们会把私密处洗干净之后 进行修短的动作 之后我们会敷上麻膏 每个人对疼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会上30分钟或一个小时 敷完之后我们会进行雷射除毛的动作 在施打过程当中稍微一点点的灼热的感觉 并不会影响到你的漂皮烫伤 除毛完之后呢 再长上来的毛根也会比较细也比较短 不会像长出来会刺刺的感觉 那原则上会建议四到六周进行雷射除毛 那周期的话我们会依照不同毛根的生长期 或是修 大家好我是戴希老苏 我是风狗边 VS Media祝您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祝您虎头收尾 也祝您吃到虎背胸腰 提醒您在过年期间要记得做好防衣哦 小编造口夜我们二月七号见 拜拜 不止期的状况之下进行六到八次永久性的除毛 我们知道V就是我们常常游泳穿的比基尼的位置 那个地方不要让你穿比基尼的时候毛发跑出来 那I的话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大阴唇会有一些毛发 那O的话就是肛门周围的毛发的部位 但是有些人会特别喜欢有爱心啦 或者是一个正方形啦 依照每个人的习惯或者是他喜欢的造型 我们会个别性来施打 首先我们私密处的味道 先要了解你的问题在哪里 是你阴道感染的产生的异味呢 还是你的私密的毛发太浓密产生的一个闷住的味道 那原则上我们还会建议私密处 先用私密处清洁一起洗干净之后毛发过多 我们会用修毛之后 用雷射除毛来降低它的私密的味道 除了私密处除毛以外 我们很关注的除汉的问题 可以点上方的资讯卡 听了以上的解答 不知道对私密处除毛有没有很清楚呢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我们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哦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